大家早晨 現在是7點45分 7點半 我已經搞了鬧鐘 要起床 洗個棉 擦個牙 先煮兩份肉骨茶 稍後要孝敬我這位醫生和士頭伯 這兩位是誰呢 不怕老實跟大家說 待會多幾個小時後 我就會進行一個面部的微整 即是整一點 由於我上個月 在Facebook發佈我給老千握 再加上我現在轉行做Grab 還有賣肉骨茶 引到有些人關注 然後就不小心給了這間診所 微整診所公司說 不如這樣吧 因為你頭上的巴痕和鼻 鼻頭就不會動我的 它就會幫我弄一弄 稍微的運氣改了一點 希望我以後的患情可以好一點 所以排期在11月12日 一點半鐘 就會進去給醫生 檢查一下我需要做些什麼 會搞到我整個人會更加飽滿 更加好看 所以稍後我就會和龍仙絲 龍仙絲的製作人一起去作為拍攝的過程 如果畫面方面 你們會感覺到視覺上不適 就抱歉抱歉 應該有些會打格仔 所以很緊張 因為這一生四十多歲的人 就從未試過 整容這麼特別的手術 稍後就稍微被醫生微整 希望日後這個 微整可以改變雲情 也稍微英俊了 你知最近就興奮韓風 希望我都很像俄巴一樣 那麼有型 不說多了 我現在要做兩包肉骨茶 效勁我這位醫生 以及士頭婆 多謝你贊助我做這個微整手術 雖然是幾萬元的經費 但我現在拿不出幾萬元 我唯有用一個最珍貴的兩包 B佬肉骨茶效勁你 多謝你 稍後3日留意我的Facebook 我會拍攝整個過程 待會見 拜拜